各位 鄉親親的 請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 長老 指示大大平安 感謝主要是我們在讓我們可以來到大同教會來參加這次的領恩會 感謝主大同小弟這次有機會到大同教會來參加領恩會的聚會 很久沒有回來我們大同教會 很久沒有回來我們大同教會 我是我們大同教會的怕誰 我是我們大同教會的女婿 五樓 這次大同學五樓的時候去看到五樓房旁邊 那間房間 想到他們去旁邊就住在那個地方 到了五樓最旁邊那個房間 你想到以前記長老就住在那個地方 大同學看了很多食材 還有疼愛的這個憲日姊妹 未來看到很多熟悉 而且很疼愛我的弟兄姊妹 所以這次大同學那種感受到 還是我親父子 帶酒去聯合 聯合可以聯合到 nag共 distribute 跟我覺得不一樣 所以回到這邊跟我到其他 entraway 參加領恩會的感受稍微不同 佛山有抖斷的觸覺 moves來 像回到家裡來一般的感覺 好像回到家裡來的感覺 是這個所在 都 尊重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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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 遇見光 遇見耶穌 國語就很好 好 來 所以我這次靈慧 有安排兩次的時間 所以這次靈慧 我有安排兩次的時間 今天再去一步 再去一步 今天上午一次 明天上午一次 所以我 怕去 是要跟我們講到 尊重庚的部分 所以今天是要跟大家談到 遇見光的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看幾段聖經 我們先來看幾段聖經 我們來看約翰福音的第一章 我們看約翰福音第一章 約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九節 約翰福音一章九節 約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九節 約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九節 約翰福音一章九節 約翰福音是在聖經當中 介紹神的神性的一部分 馬太馬克羅家 以及對方福音書的這部份 是介紹他 說肉身的這方面的部份 馬太馬可路加斯 介紹耶穌肉身的部分 所以在約翰福音裡面 直接在說那個光 那個光就是真光 所以約翰福音裡面說 這個光就是真光 所以我們這次主題說 對到光還是無到光 那個光是真光 所以我們這次的主題說 跟我們學習的這段 我會引起到這個小樓去尊重大光的經驗 所以這次提到這個主題 我會引用到小樓遇到真光的這個部分 我們要按這個信經來 雜貨管理所有 他剛才大光後 他的生活是安全運來改變 我會提到 這次提到小樓遇見光之後 他的生活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們常常聽道理 我們常常聽道理 我們聽道理不是跟我們聽說 那個人安全運 說那個部分不是 不是這方面 在廟下這個部分 有的時候我們就常常說 這個人安全如何 這個事情是安全如何 常常我們在描寫一個部分 我們就說 這個人怎麼樣怎麼樣 那時候在討論 我們在討論 他在廟下這件事的時候 他這件事是要跟我們說什麼 我們看聖經 他在描寫這個部分 我們就想 這個部分 他是要告訴我們什麼事 我們可以用這種態度去討論 我們可以討論 那個聖明 我們的生命力 以這樣的態度去讀這段聖經 你就會讀出這個聖經的生命力 好 我有一個口頭禪 我有一個口頭禪 聖經是神的話 聖經是神向世人來講話 聖經是神向世人說話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讀聖經 我們是不是聽到神跟我們講話 我們是不是聽到神向我們說話 如果神向世人來講話 我們好好思想這段話 我們好好思想這段話 聖經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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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知道聖經跟世人說話 神藉著聖經告訴我們世人的話 但是我們在討論聖經的時候 但是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聽到神跟我們講話 我們是否聽見神跟我們說話 所以聽到神跟我們說話 所以如果討論聖經可以 證明到這個層面的時候 你在討論聖經的時候 看著他覺得 這是讀你 很痛苦 所以讀到聖經 你要讀到這個層次 你會覺得這個聖經告訴我們的話很甘甜 剛才提到約翰福音第一章的這個第九節 剛才提到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九節 說那個光是真光 說那個光是真光 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怕這個真光 今天這個真光 一樣要照亮在我們每一個人的中間 一樣要照亮在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 當我們當中的這個聖經之後 我們有什麼樣的反應和改變 當我們遇見這個真光之後 我們有什麼樣的反應跟改變 所以我們今天在十九節段的時候 就開始會發現說 我們按信主到明日 我們到底有什麼改變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這一段 我們就要思想我們從信主到今天 我們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有時候在國教會在聖經時 我有一次在教會 在一個教會領會 有時候我想想問信主一句話 我會問信徒一句話 我會問信徒一句話 你們信耶穌平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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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耶穌喜樂嗎 有時候信仲打不出來 有時候會遇見信徒打不出來 我要提醒一下 你當歲了的時候 那時候那時候會感受 我再提醒一下 你受起時當時的感受 你有平安喜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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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點頭 那像我點頭 那為什麼信主要說 為什麼我怕這個 平安到喜樂走下去 不知道 那信耶穌到今天 平安喜樂到哪裡去了 不曉得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聖經的時候 需要反省思考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說到這個 剛才的這項的色路 我們可以發現 他的這個人生的這種改變 所以我們今天會提到 遇見真光的少了 我們會發現他的人生有很大的改變 後來他所做的工 會得到神的祝福 這樣他這項事情 後來他所做的工 會得到神的祝福 這樣他這項事情 留給我們今天到底 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那他這件事情 留給今天的我們 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這樣用這個角度去思想 去反思 去來思想 這個神的道理 你越想越感到 你以這樣的角度去思想 神的道理 你越想越甘甜 有時候說到一個時候 我就想到那個 丁德州長老 丁丁老 有時候提到這個 我就想到那個張長老 丁德州長老 丁德州長老 丁張老有一句 因為有口頭禪 丁長老有一句口頭禪 我告訴你 你們看什麼 他已經過世了 他已經過世了 他說 信祖一年 他說信祖一年 祖在安靜 祖在眼前 信祖十年 信祖十年 祖在天地 祖在天邊 這句話 有時候你看 他說這句話 你會翻過來 思想自己 有時候我們 以這句話來想 我們自己 我們當時信耶穌很喜樂 我們當時信耶穌很喜樂 我們信聖在這裡 要進到這個人道裡面 我們進行修徒很多的困難 筆筆或這樣 我們得勝了 當我們進入這個信仰的時候 我們可能遇到很多困苦困難 或者逼迫 得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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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受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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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那時候剛受洗完 那種平安洗的 但是不知道 信祖越來越久 越來越久 那種的感受 不就走下去 但是信祖 越來越久 那個感受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們今天 來拆開這段聖經的時候 我們來好好反省自己 所以今天我們來查考這段聖經 我們要好好反省自己 重點不是在反省扫羅 重點在 不是在反省扫羅 重點是說 在反省扫羅 他這種改變中間 他讓我們的感受是什麼 重點是在讀扫羅的改變 他給我們的感受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也是剛才跟 我們遇到的光 今天說到我們遇見光 這個光是真光 神的光是真光 他要照亮一切生在地面中的人 他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 好 今天我的重點 是在下在這個 蘇度行團的地理 那今天我的重點 會在使徒行傳第九章 要說這個地理 正前我們先地理 地理位置稍微了解一下 在讀第九章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地理位置 我有時候覺得說 有時候在講得理的時候 一直沒有看到東西 在敘述那個時候 說是一回事 聽的是一回事 跟我們實際上去理解 又是另外一回事 有時候會覺得 在講道理的時候 如果沒有看見東西 有時候講者是一回事 聽者感覺又是一回事 在這個 蘇度行團在九章的時候 那時候是 射樓呢 向這個 這時候拿到這個文書 買到大麻石去抓信誼所有的人 第九章是記者掃羅 像 像大 那個 紀師長 紀師長 拿那個文書去抓信誼所有的人 拿的文書要去抓哪些信誼書的人 結果他有帶一些人到家裡去 走到這個 在我經這個大麻社的時候 所以當他臨近大麻社的時候 被大光所照 他照一個 砰在肚子上 照了之後 他就鋪倒在地上 聽到主要說 一回說話 聽見諸位書 向他說話 當他起來的時候 糟了 糟了 當他起來的時候 糟了 已經眼瞎了 這是我們在第九章裡面 的紀錄是這樣 這是在第九章的紀錄 我們現在先來了解這頂地道 我們現在瞭解這一個地圖 這個 這個地方 是耶路撒冷 這個地方是耶路撒冷 然後呢 喔 耶路撒冷 在這裡 他拿到文書 買到這個大麻社 大麻社 這個地方 這條 到大麻社 這條 這條 到大麻社 這條 這條 到大麻社 大概是有 135里 等於差不多是 差不多 200 2 200 兩 差不多200公里左右 那個地方 從耶路撒冷到大麻社 我看資料 他從耶路撒冷走到大麻社 步行的路程 大約六天 所以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為 撒冷 他那時候 那種 對他的信用 那種 是不是 這樣 所以可以讓我們知道 扫羅那時候 他對信仰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會想說 這個阿伯拉罕要獻 以撒 要獻以撒 沒有 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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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 他走...走...三天 對不對 有沒有 我們講到 亞伯拉罕要獻 以撒的時候 他走路走了三天 所以他那個... 要我們走那三天 那路程很辛苦 所以亞伯拉罕走那三天的路程很辛苦 那 撒路要獻到三天 要去大麻社 這個地方 他那個記載說要走六天 你看 這種也是很辛苦 你看扫羅從耶路撒冷走到大麻社 要六天 這也是很辛苦的 他很勇敢 勇往直前 但是他能勇往直前 所以他... 我們... 這個... 我用這個圖給我們看到 那地理位置是怎麼樣 所以這張圖 讓大家了解他的地理位置如何 好 來 那個 再下來一點 這個地圖再下來一點 這大樹 這個地方 這個小樓是出生的這個地方 基麗家的大樹的這個地方 小樓出生在基麗家的大樹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這個地理位置稍微 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稍微了解一下他的地理位置 而且這個小樓在很年輕的時候 這個小樓 有上來到養老三年來接受 我們現在來說是說 真好的宗教教養 但是小樓在青少年有上到耶路撒冷 受到很好的宗教教育 他那個很嚴格 很年輕就做了這個法律賽人 他很年輕的時候就當了法律賽人 所以他是在加瑪列門下的這個學生 他在加瑪列的門下學習 所以可以讓我們知道 這個小樓 他一生對神的那種的境界 所以讓我們知道 少如他一生對神的見解是很忠心很迫切 但是有時候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 但是有時候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 一個熱心的人 較少方向不對 如果方向錯了 有時候對教會來說是很大的 受害 有時候對教會來說是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怕我們的信仰也一樣 我們今天的信仰也一樣 我們知道我們青少教會是福利地球的教會 我們知道我們正念書教會是唯一得救的教會 所以我們 對著我們所了解的 我們要怎麼用 在我們的生活中間 要表現出來 所以從我們了解的 我們要如何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表現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色羅的東西 他是這個 猶太教裡面的 他是法律賽人 所以他的那個表現 你看 我怕六天 他也這樣走 所以我們看 當時扫羅他是猶太教 他是法律賽人 雖然走六天 他一樣這樣走 要去抓那些信仰所 要去抓拿信仰的人 但是在這個時候 神是看我們的內心 但是在這個時候 神是看我們的內心 所以我們在討 這次準備 跟我們當時分享這段 這個地方叫大廁大霧大馬社 所以在準備這次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主題叫大廁大霧大馬社 就是說他在這個 這個搖羅山走 要挖近到那時候 大馬社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就是在他從 伊路撒冷要走路 到大馬社當中發生的事情 這個大馬社的時段 剛才大廁大叫他走 要到大馬社的時候 遇見大光照他 他這樣照的時候 很容易的那個光 是四人照照 而且那個光是四面來照他 看你要怎麼燦 怎麼燦就沒有辦法 看你往哪邊閃都閃不過 我們傳到 他之前也就出事 我們這個來不得的 李傳統也就出事 我再去問 他是光線是單回來 但是色樓是四個方面 熱著倒著的地方都 這塊閃不閃不閃 我們這幾天幫我們見證這個傳道 有遇到那個光是直射到他臉上 但是少樓遇到的是四面的光 根本閃都閃不過 結果這個大床是照了後 結果被這個大光一照 他才發現人的軟弱 大光一照他就孵倒在地 散到後 跌起來的時候慘了 把這個天氣的時候看不慘 彼此採明看不見 當他爬起來的時候 糟了這個眼睛已經瞎了 當初他提到這個文書那種的那種的 那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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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要來抓那個基督道的時候 當時他如何英勇的要來抓拿基督徒 我怕我這個大床是照顧 啪在頭的時候 眼睛採明的時候不知道我要怎麼 今天被這個大光一照鋪倒在地 眼瞎了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 以這樣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自己 確實我們阿衛信亞說 確實我們在世間的地位社會 國民有時候我們有時候 說比較通俗的話 很像怎麼樣 有時候也許想到我們信主之前 也許想到我們現在在社會的 現在的社會地位 那說什麼事了 遇到事情 發病了 生病了 重病了 重病了 那早就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要怎麼辦呢 那種有那種感受 有這樣子的感受 好 我們現在地圖就看到一個 我主要是要讓我們知道的地理位置 我們地圖就看到這裡 主要讓人家聊 帶大家聊的地理位置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第九章 我們慢慢地來說明 我慢慢地來說明 我們聽到《使徒行傳》第九章第一節 我們看《使徒行傳》第九章第一節 我們看《使徒行傳》第九章第一節 所以就看《使徒行傳》 我們對《使徒行傳》的地方 不論是大副女生 都穩存在空間 要帶到《使徒行傳》 第十到第二十 我們這個地方都可以看到 你看到《使徒》的地方 你是在看見《使徒行傳》 從《使徒行傳》 從《使徒行傳》 第一節第二節我們可以看到 掃樓隊當時猶太教他的中心 走兩百多公里的地方來到這個大馬車要抓人 走了兩百多公里要到大馬車來抓拿人 抓到抓到捆綁還要抓到回去 抓拿之後捆綁之後還要帶回來 我們有時候託這個 黑記在那邊按就算了 但是一走去又走回來 怎麼很辛苦 我們看他光是走過去就有多遠的路程 他是走過去又回來 這裡就我們可以看到掃樓的工作精神 有時候我們看到他的工作精神 讓我們去思想說 我們走過去這個學生的時候 那種的工作精神 跟他做一個比較的時候 他發現說我們差人差很多 有時候看到掃樓的工作精神 跟我們自己的做比較 會發現可能差距很大 我們看到掃樓雖然一開始他做錯了 他要抓拿基督徒 但是神疼惜掃樓 所以我最近這次在掃樓 這個思讀研究竟的九張 思讀研究竟的二十二張 思讀研究竟的二十六張 這三個地方 就是這個水平 在這段期間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看 當我看到 思讀研究竟第九張 二十二張 二十六張 他在說明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 他在這樣講到 他因敗 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有說到 他以前是什麼樣的人 就是大床之後 變成什麼樣的人 被大光照了之後 變成什麼樣的人 所以他常常說 我是罪魁 所以他常常說 我是罪魁 他那種的 我是罪魁 還是用現在是呢 他說我是罪魁 還是用現在是 所以他已經殺心牙縮 他自己 行使人中用 他在身體面上 他總不算 他覺得我是罪魁 神已經重用他了 但是他還是不斷的覺得 我是罪魁 所以我們是 慢慢去看的時候 大家可以說 這個水路 真的有很多好 讓我們去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樣子看來 我們會發現 少了有很多 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我們看第三節 我們看第三節 他說水路在走路的時候 總要到這個大馬血 是時候 他剛才站上面 發光四面照到他 這個地方 他在描述說 那個大公照他的時候 是四面 在這個地方 我們發現他那個大光 在照射他是從四面來 我們看到的是單面 我們看到的是單面 一般我們遇到的是單面方向的光 但是神要請求這個 但是神要拯救他 是從四面而來的光來照射牠 這四面而來的光照過來表示牠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引擎 神就是要凸顯牠的軟弱 第四節說牠就撲倒在地面中 就有聲音對牠說 你為什麼逼迫我呢 這段話在地九章 第二十二章是這樣的說明 到二十六章的時候 對牙齊拍王說的時候 他還記一句話 你用腳去踢氣派是難的 從第九章到二十二章到二十六章 又多一句話說 你用腳去踢荊棘 是困難的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東西在廟下 蘇頭雲團是這個路加所寫的 使徒行鑽是路加所寫 路加在廟下的時候 我們發現 我們在描寫時間點 會跳來跳去 路加在描寫時間點我們發現有時候會跳來跳去 地球章的時候會時間點跳來跳去 他時間點會跳來跳去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讀這段聖經這個時間點要抓時間點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讀這段聖經這個時間點要抓時間點很重要 因為這段時間發生的時間大概是在主後的三十八到三十九年的時間 因為這段事蹟發生的時間大概在主後三十八三十九年間 後來到他們 到了主後四十九年到 那我五十年的時候 在那個雅六三年開那個雅六三年回憶 還是四十九年 主後四十九年的時候 後來在主後四十九年 五十年他到耶路撒冷 所以我們今天看這段是在 早期他的信仰 主要是如何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這段事蹟是早期 所以主要是如何改變他信仰的事蹟 我們在這個司徒行團 如果我們再看到頭前 在說到他當時是安全因為 像什麼樣的 我們再往前看看 當時他原來他是什麼樣的人 當時這個瘦鐵犯 有人用九頭打石的時候 當時屍體板 當時人用石頭打石的時候 這樣扫羅 扫羅的表現是怎樣 扫羅的表現如何 我們來看這個司徒行團的第七章 我們看《使徒行團》第七章 第七章的這個五十九節 第七章五十九節 五十八節看 從五十八節看起 將以 我殺到這個想法 用到拍一做敬情的人 將以上學的一個少年人 名叫做扫羅的腳情 然後我們再看六十章 還有幾樓大聲的法律說 主啊 不能將這個桌 幾樓 他們說完這個月後 就睡著 扫羅也非我 所以按這個所在的廟下 就知道扫羅那個 年輕有為的人 所以從這個地方的描寫 我們看到扫羅 他是年輕有為的人 所以扫羅他要去到 那時候 扫羅他要去拿文書 去到大馬社 其實 真的是 有年輕 英雄出少年 那種的感覺 所以當扫羅 從耶路撒冷拿文書到大馬社 那種英雄出少年的感覺 當時 那時候去砍 拿著砍 砍石頭 砍石頭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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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把衣償交給扫羅保管 扫羅看到說 蘇貝鳳 我們覺得他拍攝 他在錶箱說 歡喜他所被害 當扫羅看見屍體板被打死 他也喜悅他被害 所以按這個 現在我們來看扫羅 我們所看是說 這負面的表現 可以知道說 他熱心 他中心 但是他所中心要是不對 從這一段事跡 我們看到 當時扫羅他熱心忠心 但是神經酸衣 但是神檢選他 神改變 神改變他 神經酸衣改變 是用大光來照 神檢選他 再改變他是用大光來照他 我是不知道說 我們這次 設這個主題的用意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沒有問清楚 我是不明白 我們這次 設這個主題的用意 我是中 我看到這個地方 是中 的一個直接反應 我是從我 看到這個題目 所想到的直接反應 就想到扫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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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扫羅 這樣讓照到後 我們在看 第九章的這個第四節 扫羅 我們看第九章第四節 這裡面 我們在打的時候 讀就讀過去了 我們是最小的事實現 這裡面 真的紀錶 我們看這當中的記載很奇妙 我們看第四節 說醫療拍照 每天聽到有聲音 對他說 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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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 啪啪我 第五節 他說 主啊 你是誰人 主說 我就是你所啪啪的亞洲 好 我們在這段 怎麼打過去的時候 你會想到什麼 我們這段經節讀過去 你會想到什麼嗎 來 再縮小 第四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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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拍照在地面前的時候 聽到有聲音對他說 他撲倒在地 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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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 兩次 我們如果有時 討成功心經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聖經裡面的廟下 或是在稱呼的時候 用叫兩次 這個人的名叫兩次 我們從聖經當中看到 常常在呼叫一個人的名字 呼叫兩次 或是古用聖經有四次 九月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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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聖經有四次 有四次 阿伯拉罕在現伊撒的時候 亞伯拉罕向伊撒的時候 神叫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兩次 用同一 叫兩次 神叫亞伯拉罕 雅伯拉罕 在創世紀二次 二十二章第一節 那邊有描寫 在二十二章第一節 那邊有描寫 到創世紀四十六章 第二節 那邊有描寫 到創世紀四十六章的時候 他就說 雅各 雅各 同一個名字叫兩次 同一個名字叫兩次 到出來的紀錄第三章 第四節 說 摩世 摩世 然後到出外紀錄第三章 第四節的時候 摩世 摩世 到這個 三章紀錄上 第三章第四節 他說 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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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神 對 人的尊重 或是應用他的時候 有時候會用 叫兩次風寫 呼叫 雙重呼叫 用這種風寬 神 神有時候在尊重 或者 他再會呼叫一個人 呼叫他的名字兩次 所以 阿伯拉安 阿伯拉安的時候 說到他 說的那個重點是 放在這個風險的事情 奉獻 所以他說 他當他叫 雅伯拉安兩次的時候 是在提到奉獻的事 對 雅各是因為 他要 若是已經做宰相 也要叫他 全家都落去阿伯 的時候 叫雅各兩次的時候 是因為 約瑟已經當宰相了 雅各是要落去 先來嚇死 當他們全家要下去 雅各心裡害怕 神來說 我會跟你同在 叫他兩次 阿伯 阿伯 神 阿伯 神就說 我會跟他同在 所以叫他的名字兩次 喔 說我會跟你引擎 你不要害怕 下去 所以我會引導你 你不用害怕 你就下去 阿對摩西來說 因為摩西 神要呼叫他出來 做福祭的工作 對摩西而言 因為神要呼叫他出來 做服事的工作 摩西 摩西 對撒末尼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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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 宗教已經發生 很壞的時候 那時候是 宗教發生不好的事情 神 經選了這個撒末尼 神檢選了撒末尼 對撒末尼 對撒末尼要可以 對這個信用可以規正 所以說撒末尼 撒末尼 讓他信仰能夠規正 所以神說撒末尼 撒末尼 阿講到信用信用信用裡面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有三次 到了新約聖經 我們會發現有三次 馬大跟馬里亞 主要說對馬大 馬大 馬大 主耶穌說馬大 馬大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四十一節到四十二節 那裡面 路加福音第十章 四十一節四十二節 所以我們 因為我要說 馬大的時候 我們常常對馬大 錯誤的評價 所以當我說馬大的時候 有時候 我們對馬大有錯誤的評價 我們對馬大有錯誤的評價 發怨言 做這樣 做這樣 做法案言 以前解釋這個教授 我們可能會解釋說 他是做公發怨言 其實不是喔 其實不是 馬大他聽主 馬大愛主 超過他所能 超過了他的能力 超過他自己的能力 所以說 看著馬里亞在坐牙塞旁 聽到你 就說 你怎麼不叫 媽媽就給我打三天 所以看到馬里亞 在耶穌旁邊的時候 他說 你怎麼不叫我妹妹來幫助我 好了 最好說 你欠缺了 所以耶穌說 你缺少的還有一件 馬里亞得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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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雜課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馬里亞 馬大改變 後來你在往下查考 你會發現馬大改變 學賽進行不改變 服侍的精神不變 你的頂頭有進步 在道理上進步了 剛才到了這個 他的小弟死去的時候 在一直到他弟弟過世的時候 後來耶穌來到那個地方 後來耶穌來到那個地方 馬里亞跟馬大所說的 是一樣的 馬大跟馬里亞說的話是一樣的 表示兩個凌晨程度 是一樣的 是兩個的凌晨一樣 所以馬大是運動 有打命在追求 所以馬大是有努力追求的 我記得這段 我記得 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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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的正月初二 我就來講這一段 好 الث 還說 我們再一點 有一半 有些 還有 şimdi 那二十二十二十三到四十四... 那個地屬西門,西門 那二十二章三十一節到三十四節這個地方說西門 跟我們現在在邬祖宗その الص ятно,再來到我們志福音的第九章 就是這個 Anat Kita lunch. 團體來說,下ää연エア propose quara 對團體來說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說兩次 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節 為什麼特別這樣說 讓你們曹操你們有時間再去研究 為什麼特別提出來 就讓大家能夠操下來有時間研究 所以你們按這個地方可以讓我們知道 主要說對於這個 曹羅來說 它不斷用大庚來照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說 主耶穌對曹羅不斷用大光照他 我在火焰的時候說曹羅 曹羅 在呼喊他說曹羅 曹羅 後來我們在這個 司徒行團裡面 後來對曹羅改稱做保羅 是在案十三章的第九十以後 就開始就稱 有用保羅來描述這個曹羅意義的工作 後來從十三章之後曹羅他改名叫保羅 曹羅跟保羅這個 我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曹羅是 曹羅來描述 這個曹羅是曹羅來描述 這是猶太人的名字 猶太人的名字 保羅呢 是他羅馬人的名字 保羅是他羅馬人的名字 用的是羅馬人的名字 曹羅 我記得要研究這個 曹羅 曹羅大衛 曹羅跟曹羅的那個關聯 曹羅的那個意思 就是求問 求問 求問 什麼意思 曹羅跟曹羅 那曹羅的意思是求問的意思 這個後來改造這個 曹羅意的時候 曹羅意這個意思是小的意思 誰 誰意思 後來改名叫保羅 保羅的意思是小的意思 所以 曹羅在說我的這個蘇度中間 我系統最小的 所以他說我在使徒當中 我是最小的 所以我們說這個曹羅的意思是 曹羅 羅馬用這個曹羅 他表示他很欠卑 所以保羅在羅馬文這個名字 表示他很謙卑 好 我們大概把一些 說一說 讓我們來見到這個所在 我們慢慢就有了解 好 那大概講完 我們現在進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慢慢了解 所以他在曹羅的時候 在被光照射的時候 好 先就跟他發言說 曹羅 曹羅 你為什麼要逼迫我 他有神經對他說 曹羅 曹羅 你為什麼逼迫我 到第五節的時候 他就說 主啊 你是誰 到第五節他說 主啊 你是誰 他就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亞洲 他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這是很大的震撼 這是很大的震撼 在他的這個師匠觀念裡面 在他的思想觀念中 在他的思想觀念中 他認證說 耶穌不定是應該的 他認為你 這派人應該在上面是 他說這個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是應該的 但是他佛大跟他照後 但他被光照的時候 他都說 主啊 你是誰 他說 主啊 你是誰 主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你按這個地方 你去體育 那個時候 收入心中的那種的感受是怎樣 在這裡你可以體會 扫羅當時心中的感受是什麼樣 好 來 再收下去 說 起來 正常去 再來說 起來 進城去 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會跟你說 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扫羅在這個時候 給大光照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扫羅在這個時候被大光照的時候 主耶穌跟他講話 主耶穌向他說話 說 扫羅 扫羅 你為什麼要逼迫我 說 扫羅 扫羅 你為什麼逼迫我 因為他就問他 說 你是誰 主 你是誰 他問主耶穌 說 主啊 你是誰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在這個時候 我們現在在這個時候 我們開始思想說 他東西 比較少的時候 沒有大光照的時候 眼睛沒有扫羅的時候 那時候的那個反應是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在這裡我們可以想想看 看到他如果當時沒有被大光照 沒有眼瞎他 當時的反應會如何 這個時候很大光照的時候 也很扫羅的時候 這時候被大光照了 眼瞎了之後 很聽到的這個信息是說 壓縮是我 我主就是我所逼迫的壓縮 聽到的是這個主就是我所逼迫的耶穌 所以你要看那個在心裡面 是誰的掙扎 沒想到他心裡面的掙扎 後來主就說 起來 進城去 後來主說 起來進城去 有人會告訴你 你要做什麼事 所以有人會告訴你當作什麼事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裡面 我們在讀這段心情裡面 我發現這個行對收入的這個 改變 經算和改變裡面 有三個 我這次在讀這段心裡 有三個事情 我們要去思想的 所以在這當中 我們看到神對扫羅的 檢選與改變 有三件事 我們要先試考 第一項就是神的經算 第一個就是神的檢選 第二的是神的應譯 第二個是神的應許 第三項是神的欺慈 第三個是神的欺慈 所以你的意思都知道說 這個扫羅 他後來可以吃作菠蘿 可以為主要所做工的這個 用甘神 對於用這個三個角度 經算 第二應許 第三 欺慈 所以我們看到扫羅被檢選 這當中有三個 第一個 檢選 第二個應許 第三個 欺慈 所以他當時 叫他進城去的時候 叫他進城去的時候 所以當時他要他進城去的時候 他眼瞎了 不知道要怎麼看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人家的部下 就把他扶到他 進去那個 去到大馬射城裡面 所以他的部下 就扶他到大馬射城去 叫他去到這個 有一個直接 直接地名 直接那個所在 讓郵代的家裡進去 到一個直接 一個猶太人的家裡 後來他到這個 郵代的家裡 後來他到這個 猶太 猶大人家裡之後 我們來注意看 到這個 第九節 我們看第九節 說三日 不能看見 也無吃 也無淩 這段在說什麼 他說三日不能看見 也不吃也不喝 這一段在說什麼 你看 大根被照 被大光照了 眼瞎了 他說 叫他入去到這個 直接去 去到郵代的家裡 叫他進到直接的家裡面 你看 這個掃樓在這三天 中間也看不到 我們看這三天掃樓眼睛看不見 喔 結果在那個地方 聽得到說 我就是你所佩佩的亞洲 在這當中他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整個那個信仰 那個震撼 在那個屬性 在那個轉變的時候 讓他接受到這個信仰的震撼 整個思想的轉變 齁 三天不吃不喝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什麼 在那裡悔改 他在悔改 在那裡思想 在那邊思想 蛤 亞洲是我所... 亞洲不是派人 亞洲是我所佩的 我逼迫的 耶穌是我所逼迫的 所以有時候想到 想到這裡 我們有時候 我們看這段時間 他那個... 那個震撼 震撼力 有多少 我們可以想到 這個當中 他的震撼有多大 所以我們想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 我剛才說過 我們不只看沙羅 我們來看我們去 所以說到這裡 我們... 有時候我們不要只看掃樓 我們要看我們自己 我們恩拜 沒有任何亞洲盡情 在我們未認識耶穌之前 我們恩拜這個社會上台下 這裡是在這個... 外面拜五上的那些 那些禪面 你們都說 我們在玩那個心 也許... 也許你會在 拜偶像上面的事上 多熱心 所以一十五月 怎麼做 怎麼拜 怎麼拜 我們很開心 所以想到說 要怎麼樣祭拜 多熱心 但是當然發現 就說 我們拜不對 但是當我們發現 我們拜的不對了 你要怎麼改變 你要如何改變 你要改變 沒有那麼簡單 你要做這樣的改變 很不容易 因為我... 我本身我是... 我是客家人 因為我本身是客家人 好 我們... 在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客家人要信誼書 不簡單 在台灣 客家人要信誼書 不容易 我們到信誼書 用現在的角度來說 我們到有家庭暴力 我們家在現在的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家信誼書 是有家庭暴力 我爸爸隨著他做官 我父親雖然當官 倒回去 我的老家是在中立 重力 我的老家在中立 回去的時候 那些我的親家朋友 就罵了 罵了 罵這麼大 沒用 太太就罵了 去信誼書 那回到家 親戚朋友會罵他 你官做那麼大 沒有用 你太太都去信誼書了 有時候媽到家庭回來的時候 那開口 打不開就找我媽媽算帳了 有時候被罵得受不了 他就找我媽算帳 我也看到 我媽媽給我媽打 我就看到我母親被我父親 就哀打 但是 我媽媽知道說 我說信誼是對的 但是我媽媽知道他做的是對的 所以他堅持 所以他堅持 沒有發怨言 不發怨言 替他禁止祈禱 替他禁止祷告 幸好 我剛講他禁止祷告 山九八年 我說他禁止禱告三十八年 到最後一次 最後一個禮拜 到了最後一週 我考慮 我爸 我爸沒有機會 我認為我父親沒機會了 但是最好是認定 但是純爺書憐憑他 要請給他 拯救他 為他生日 幫他受死 那是生日 信是給他 審险給他 所以這樣這個地方 我們 我現在想到現在 還是想到那些社勞 你去思想那種的心態上那個轉變 那種的那個壓力那種要怎麼說 那我想到這個事情還有扫羅這三天不吃不喝 我想到他的心態轉變的壓力很大 所以後來這個三天中間我思想他一直在在 在一個環境在思想 所以我想到這三天當中扫羅不斷的在反省思想 好 後來他再下去看得到第十節 再來我們看第十節 我們當下在大媽市有一個門桌名叫做阿娜女 是住在他最中間對他說 阿娜女他說住我在這個地方在一陣 住在對他說起來你往地歸去在優待家中 優待家裡面去訪問一個大樹大樹的這個人叫做四樓 他真的記住 好 你來看看 好 差不多三 大概大概三天以後來行 這個阿娜女在記住中間 先來客氣 叫他去遊大家去看這個搜羅 所以有一個門徒是亞娜尼亞 就是神在意象中告訴他 所以去看這個訪問扫羅 結果那個時候去看他的時候 搜羅那個時候在記住 他訪問他的時候扫羅正禱告 所以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的時候 神在一個經選一個人 是這種神有神的這個紀廟 他很不容易安排 所以神要堅選一個人 實際上神有神奇妙的作為與安排 所以他後來阿娜尼亞去到這個優待家裡 看到神在那個地方 所以阿娜尼亞到遊大家裡 看到這個扫羅在禱告 我們看十二斬 他說你看到一個人名叫做阿娜尼亞 進來按照在他的身處 要叫他等他看去 十三斬 阿娜尼亞就回答說 我聽到有很多人說這個人是詹雄在亞路撒嶺 哭海了你的信徒 十四站 並且他在家按照市長的地方拿到冠冰 要來寬佩一切求你名的人 十五站 主要對阿南里亞說 你儘管棄 他是我所經算的棄民 好 在這個所在 經算 這裡出現了簡訊 這裡出現了簡訊 所以保羅他接受這麼好的教育 所以保羅接受這麼好的教育 他所表現出來 那個時候偏差了 在這時候他的表現偏差了 但是神的這個計算是很奇妙 但是神的簡訊很奇妙 我發現我們早期的教會有一點前輩 我發覺我們教會早期一些前輩 大部分 大部分 從長老回來 從長老回來 從長老過來 他們那些基礎在那個所在就已經建立起來了 他們很多一些基礎就在當時建立起來 後來再發言就不對了再慢慢慢慢再改變 後來發現不對了再慢慢改正過來 但是那種的基礎 那些基礎 打基礎打下來 但是信仰的基礎那時候打下來 所以扫羅在那個三天中間 他在那個所在在煩心 在那些火鍋 在那些基礎 所以扫羅在那三天當中 凡醒禱告 後來這個所在 我們到十五十個所在看著說 處理對阿納尼亞說 他是我所經算的基礎 後來到十五節 主隊亞納尼亞說 他就是我檢選的器皿 要在外方人跟君王並槍 一些人的名頭前 來選個我的名 他在外方人軍王 並以色列人面前 宣揚我的名 十六節說 我只要祈禮 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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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節說 我也要指示祂為我的名 受許多的苦難 所以我們 我們怎麼知道 神在精選 收入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神 檢選掃羅時 是有 掃羅經過一段的改變 掃羅經歷的一段改變 不是說精選之後 就可以好名 過日子 沒有了 不是檢選他之後 他就可以很好的過日子 他在十六節說 祈禮 祈禮 他為我的名 會受到很多苦 十六節這裡有說到 祂 我要指示祂為我的名 受許多的苦難 我們是在研究這個 小羅 去到處 走到處 罵到處 打到處 他走到哪裡 被罵到哪裡 有時候我想想說 哇 我們 真的沒辦法跟小羅 比 有時候我想想 我們實在沒有辦法 跟小羅相比 我 在學校工作 退休之後 去到美國 住了十二年 我工作退休之後 到美國住了十年 好 後來 去 紐西蘭去澳洲 到三天 後來到紐西蘭澳洲幫忙 在這工作中間 我覺得有夠好命 在這工作當中 我覺得 過得很好 看到小羅 去到處 打到處 堆到處 要人 要把他抬到處 看到小羅 他走到哪 被罵到哪 甚至要被殺害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反思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 哇 有時候看到這些過程 我們反思時間 我們就覺得 我們實在過得很好 好 來 到了這十七節 我們現在再看了十七節 我們再看十七節 那在那裡就你去 警告他出來 上秋暗宅 這個小羅的生情說 兄弟小羅 在你的路上 頂頭 向你現現的主 就是要說 待會我來 叫你 可以看到 還比聖明窮 我們在這大聖經的時候 有什麼感受嗎 我們讀這段經節 有什麼感受嗎 小羅 這個阿拉尼亞 去看到小羅的時候 在阿拉尼亞 來看小羅的時候 他只說 他手就按在小羅的身上 他說他手就按在小羅身上 後來讓他知道 可以看到 後來讓他能夠看見 好 重點是一句話 重點是一句話 阿拉尼亞 手按在小羅的時候 說什麼 兄弟小羅 阿拉尼亞 把手按在小羅身上 說兄弟小羅 這句 打到手大話 有什麼感受沒有 得到這段話 有什麼感受沒有 很溫暖 很溫暖 小羅 原來是逼迫耶穌 逼迫信徒的人 小羅 原來是逼迫耶穌 逼迫信徒的人 阿拉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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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在讀這句話 讀了就過去了 阿這個在準備的時候 讀了這句話才說 哇 好溫馨喔 好溫暖喔 其實在準備讀到這句話才覺得 好溫馨喔 所以當然我們讀到 不知道要怎麼做 不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在當中 我們遇到困難不知道 我們站在你的立場上來幫助你 我們站在他的立場來幫助他 後來他才說 哇 神差派天使來幫他幫助 讓我們可以感受到 神差派天使來幫助 阿拉尼亞 就好像阿拉尼亞 跟小羅說 兄弟小羅 這個阿拉尼亞告訴他 兄弟小羅 所以我們 我們在看這段聖經的時候 所以我們看這段聖經的時候 我提了幾個 讓我們去使用的地方 我提了幾個讓我們去發想的地方 所以 所以阿拉尼亞 小羅 改變 小羅改變 所以我們看到後來小羅他改變 他一 阿拉尼亞 剛才說他 阿拉尼亞 阿拉尼亞 這時候阿拉尼亞 可以看到他 又比聖靈聖麻 我們 這後面說 後來他叫你能看見 就被聖靈聖麻 他說有十八歲 我們看十八歲 我小羅的眼睛 好餐廳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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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來 他就能看見 他就起來 想到水 吃到飯就緊張了 所以 小羅經過這三天的過程 反思的過程中間 所以小羅經過這三天反思的過程當中 後來 神財派阿拉尼亞去幫助 神財派阿拉尼亞去幫助他 我們看二十節 我們看二十節 這段話說 小羅改變 這段話說到小羅他改變 後來 改變了 他就知道他以前所傳的不對 阿拉尼亞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 主就是你所逼迫的阿拉尼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他改變 他改變了 他現在 道地在那個所在的團團 後來在跟大馬社的門徒同住的地方 在那裡傳福音 這有時候我們看著說 我們有些 剛才順暢的 兄弟子妹 這讓我想到在剛受洗的弟兄姊妹 他一歲之後 對主的就是很熱心 所以 去訪問他 道地要去訪問 要道地去團團團 受洗之後 要很熱心 要去幫忙傳福音 這是好的 這是好的 但是對它不見得都是好的 但是對它不見得都是好的 所以後來我們 刷下去就會說到它如何改變 所以後面我們就會說到它如何改變 我想我們先休息10分鐘 我想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再刷下去再下半步再到你來的分享 再繼續分享下半段 我說得比較慢 就是要大家思考重點 這一句話對我們什麼 我們今天信念出到今天我們的表現如何 我們是不是有預見光的那種生命出來 這是我們在理論會中 這是我們在理論會當中要好好去思想 當你發現到我你的軟體就好 當你發現你的軟弱在哪裡 我們就知道基督 我們就接著祷告 用感謝的心 感謝的心 向主要做基督 向主耶穌祷告 改變來 改變我們 讓我們請做一個 有我命的基督徒 讓我們成為有生命的基督徒 好 我們一起默導 我們先默導 阿妹 請大家同心默導 請大家同心默導 阿妹 請大家同心默導 我們剛才提到扫羅他的轉變 好 所以 這個在我們的信用的生活中間那種的信仰的轉變 思想的轉變 這是我們那些下功夫 在我們信仰生活當中 信仰的轉變 這是需要我們去下功夫 所以有時候在我們的生活上也一樣 所以有時候在我們生活當中也是一樣 有時候我看到信仗不會心俗 有時候我看到信仗夠心屋 大家就想說 要怎麼樣 就想到說要怎麼樣 有時候我看法 我先說一句話 給這些人不愛聽 但是我只會說一句話 越簡單越好 有時候我想講一句話 可能人家不愛聽 但是我就會跟他說 越簡單越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生活越簡單越好 實際上我們的生活越簡單越好 越好 十月越貴的東西 我們的壓力房子是增加 越貴的東西 越貴的東西 我們的壓力會增加 信仰也一樣 信仰也是一樣 在這個時候 我們剛才致到這個 少爐後來 歲雷 他也在生靈 開始就開始為主 所以還要討祂 我看到少爐後來受洗也得聖靈了 就開始為耶穌傳福音 所以 剛剛講經過 他在一開始受洗 所以我們看到他一開始受洗之後起來,他就來開始傳福音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第九章的這個二十三 我們看到九章二十節 所以我們看到他信用的轉變 所以我們看到他信仰的轉變 有時候使用的轉變,轉到太快 但是對他來說不一定都是好的 有時候信仰轉變太快,對他而言不見得都是好的 因為人對他的見解,上頭來說,他們都會被壓縮 因為人家對他的見解都是,他以前是在破壞耶穌的 所以我們看到二十一節 所以我們看到二十一節 如果聽見的人都真的驚奇說 這個耶路撒冷是在破壞耶穌這名的人不是這人嗎 所以二十一節說 反正聽見的人都驚奇說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是這人嗎 他說他來到我們這個地方就是要來這裡 就要捆綁人,要把這個信仰說要捆綁 要把他帶回去耶路撒冷去,到這次長的那個所來去了 並且他到這裡來,要捆綁他們帶到祭司長那裡 但是呢,這二十二節就知道說 四路極法,能力來博倒那些 大馬社那些猶太人 那二十二節這裡說到 但少了越巴有能力博倒住大馬社的猶太人 證明耶穌就是基督 證明耶穌就是基督 我們要看這段時間就覺得 喔,我們信仰說改變要拍招呼音 對 我們會放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信耶穌 證明耶穌是基督,這樣是對的 但是我們要注意這件事 但是我們要注意一件事 對的東西,對的東西 對的東西 有時候對 別人說不一定會感到在祭司長 有時候對別人不見得會得到造就 好,在這件事 現在有一句話 有一句話 我們可以聽聽聽 說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對的事情 有一句話就說 我們要做對的事 我們要把對的事情做到對 我們要把對的事情做到對 對 我們要做對的事 這大家都OK 我們要做對的事 這大家都OK 但是這個對的事要做給它對 但把對的事要做到對 好,所以蒼羅開始的時候 他打招呼他們 沒有錯 所以蒼羅一開始 他很努力傳福音沒有錯 但是在那個時候 人對這種印象 更印象更低 但是那時候 人家對他從前的印象 依然存在 你現在還來做這個 如果有人覺得 你叛教 用那種的感受出來 那時候人家會覺得 他在叛教 這樣子感受出來 你看這23站 我們剛才23站 都過了一些 是這個 猶太人 猶太人就要商譽 要來台梳羅 過了好些日子 猶太人商譽要殺扫羅 所以24時說 但他們的家母 比梳羅知道 他們在夜間的時候 把梳羅放在哪裡 就要把他掉下去 就要叫他走 但是他們的計謀被扫羅吃到了 他們就昼夜在城門 守候要殺他 他的門徒就在夜間 用框子把他在牆牆上 那時候就覺得 喔 我們信耶穌為主做工 是應該的 有時候我們想 我們信耶穌為主做工 是應該的 因為信耶穌為主做工 是應該的 因為信耶穌為主做工 是應該的 我們信耶穌為主做工 他在牆頭 實際上在這段時間 是要好好靈修去追求到 不是在急著要去 要去團 不是急著要傳扶音 所以我以前看到 有些剛才小小的 那種 痛著的時候 看得是很感動 但是有時候 好像有點太快 所以有時候 我看到剛受寫的弟兄姊妹 他們要努力傳扶音 這樣是好的 但是有時候 我想他的進度太快 結果 團到後來的結論是反效果 因為傳到後來 有可能是反效果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的實際上 在傳扶音的過程中 我們會去處理的事情 但是我們實際上 傳扶音可能會遇到的事情 所以有時候 我們他們當然要有 一種安靜的心 起來思想 為什麼 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有安靜的心來思考 為什麼 做工是好的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我 我之前去五谷教會去領會 前一陣子我到五谷教會領會 五谷教會 彭子氏 你告訴我一句話 我聽聽很愛笑 彭子氏告訴我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趣 一定到那個湖口 湖口那邊 大概是湖口 那個所在的 竹家步道的傳扶音 他們在湖口那個地方 在竹家步道傳扶音 那個湖口那個所在 很多都是客家人 湖口那個地方很多是客家人 他們看到很多都是 就是劉邦什麼 劉邦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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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他們看到很多都是 他的名字開頭 就是劉邦什麼 劉邦什麼 他就拿那個傳單 你去就 要發傳單 他們進去就開始發傳單 他就跟他說 我們有一個聽到劉邦 劉邦 劉邦姓 為什麼 我們這樣會有一位 童靈叫劉邦姓 那個 那個 那個人 聽到那句話 喔 那個喔 那個 背中 背主的 總是看出去 是的 結果遇到那家人說 那個人他是背主的 他就把他們趕出去 我第一次聽到人說 我信亞說是背主 我第一次聽到人家說 我信耶穌是背主 因為我在我的家族裡面 我是長子 我中主 因為我在我的家族當中 我是長子 我是說我阿嬤過世 其實我 在那個外邦人說 我要捧米豆 就是在外邦人當中 我也是要捧那個米豆的 我們信耶穌都是不能做這件事 我們信耶穌的人不能做這件事 主要做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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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嬤過世的時候 把他調去做兵 在我奶奶過世的時候 我被派去 我被徵召去當兵 他還在看日子 他們還在看日子 我們阿嬤一件事 明天一定要出病 要出什麼 阿嬤過世 明天一定要出病 我剛在部隊裡面 剛在陷在討論 我在部隊當中受訓 部隊說 電話不好 要復文才能請教 他們說電話沒有用 要復文才能夠請教 要復文才能夠請教 印那麼快 印出來我嚇到部隊的時候 已經結束了 他們趕快把復文印出來 再寄到部隊已經結束了 這樣主要說 聯敏我 不用去這種條件 那主要出聯敏 我不用接受這樣的挑戰 我記得當時 我信仰說 這關是 在外的信用 就是這 很大一關 一個關卡 你可記得當時 這個事情 在我信仰當中 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主要說聯敏 就要想 主要出聯敏 就躲開了 所以你看看 所以我們看 薩羅在當時要傳福音 傳到後來人家要殺害他 這段 我們如果是看 那個 哥林多厚書的十一章 我們看哥林多厚書十一章 哥林多厚書十一章 裡面那裡有記載 哥林多厚書十一章 我們看 哥林多厚書十一章 這個三十二章 哥林多厚書十一章 三十二章 他說在這個 哥林多厚書十一章 十一章 十一章的三十二章 哥林多厚書十一章 三十二章 他說在大馬石 雅里達王 手下的這個提督 巴袖鎖都 大馬車 想要來抓拿 他要來抓鎖鎖鎖鎖鎖 三十三章 三十三章 他要來抓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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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逃難 我們再來 這個角度你去思想 我們用這樣的角度再去思想 我們今天信耶穌 我們今天信耶穌 我們常常說信耶穌會得平安喜樂 信耶穌不是就一帆風順 信耶穌不是就一帆風順的 我們在祭祉團的基督會也在講到這個患難困苦的事情 早上禱告會傳到也說到患難困難困苦的事情 信讓我們遭到患難 神讓我們遭遇患難 有時候我們覺得信耶穌說信耶穌這樣不痛 什麼困苦失敗什麼都去遭到 有時候我們覺得信耶穌一樣遭遇患難困苦甚至失敗 可是我們還是不去了解的時候 信耶穌要做什麼 如果我們沒有去了解我們會想說信耶穌要做什麼 我們要了解說這有神的美後的基意 我們了解之後就會知道 這是有神的指令 反然包裝裡面是什麼 在患難當中包裝了什麼 恩典 恩典 我們信書說 這堂我們想得通 你們信入在平安 再疲禱 那在信仰中 這一點如果能夠想得通 我們才能夠平安起的 那樣就跟我們說二十五年前我們太太拍拼 我提到我二十五年前我太太生病 兩次沒有生命 兩次是快沒有生命 我們帶一帶到 賴姿勢娘來家戶病房 派我這個地方 我怕我記著著著 賴姿勢娘到家戶病房 派我的肩膀我都到現在還記住 加油 加油 會遭到啊 會遭遇到 那種的操練過程中間 我感到感謝主 那種我心情很難安靜 在操練那段操練的過程當中 感覺我心裡面很安靜 沒有感覺我死那個 我沒有感覺死的那種感覺 我感覺感覺不出來 我沒有感受到有死的那種感覺 明明就死兩次了 沒有生命 明明就死了兩次沒有生命 這樣就靠著基督 後來靠著禱告 我記得在家戶病房外側的時候 讀詩篇 後來我在家戶病房外頭讀詩篇 因為有長輩在教師 因為有長輩教導我們 說你在患難困苦的中間 所以你在患難困苦當中 多讀詩篇 我就坐在那邊在讀詩篇 我就坐在那邊在讀詩篇 那詩篇 看到不至於羞恥 那裡面 啪 電就一樣 在詩篇當中讀到不至於羞恥 我心裡面這樣上一下 詩篇當中讀到不至於羞恥 我心裡面這樣上一下 就有不至於羞恥的那種靈感之間 他心裡面震了一下 我就知道 喔 不會死 我就知道不會死 感謝主 感謝主 後來我們太太 不得到他以後 後來我太太的病得醫治之後 我去到世界各所在去做福音的工作 我到世界各地做福音的工作 我再發現 哇 很多會 有一些人得到紅斑性痕瘡 我才發現很多教會 有一些人都得到紅斑性癢瘡 很多 我們 因拜這紅斑性癢瘡 就被 比個 二十幾年前 比個好無人拜 現在就很清楚了 以前紅斑性癢瘡 在二十幾年前 大家也不太認識 現在比較清楚了 然後就發現說 喔 我把我太太出去 去國外 去幫助信鋼的時候 當我帶著太太到國外 去協助聖功的時候 喔 他比我 人氣更旺 他比我的人 人氣更旺 大家都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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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那個病痛的經驗 剛才有一些信仰 剛才有困難 病痛的時候 有一些事情 我們沒有經歸 我們沒有辦法講 知道 但是知情人不知 他說不出來 他可以說出來 他在說 你要安裝 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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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那個經驗 分享 他有自己親身經驗 所以他可以跟人家分享 喔 後來我才體會 後來我才深深體會 喔 這個患難原來是神 太數 給我一個大年 這個患難原來是神 所賞賜給我的一個大禮物 所以我去到世界各地去工作的時候 所以當我到世界各地工作 他的健康 他的健康 他的那種說服力 真的是感謝主 他的見證 可以跟 說服 給人家 就可以說服人家 除了所有的憐憫 除了所有的憐憫 他那種白 照理講 那個長途旅行是 比較不 比較不好 他那種病 正常 照理說 比較不適合長途旅行 他到地方去到 去加拿大去的時候 他當他跟我一起到加拿大 認知有 一次機會叫我 要去幾幾天 台東岸到西岸都要走 有一次到加拿大 東岸西岸都要去 那時候剛才12月 那時候冰天雪地的時候 那時候正逢12月 冰天雪地的時候 後來去到這個 艾明頓 艾明頓教會 就是靠近北極圈的一個教會 叫艾明頓教會 後來到了一個靠近北極圈的教會 叫艾明頓 我在傳道房 在看外面的時候 我從傳道房往外看 有一個溫度計 很大的 窗戶外面 窗戶外面有個溫度計 那是零下二十幾度 零下二十幾度 那我把信者看 我看那零下二十幾度 我後來告訴信徒說 那是零下二十幾度 信者給我笑 信徒就笑我 我長老 我長老 你在這裡看二十幾度不是啦 你說你在這邊看二十幾度 加上風速下去 已經降到零下三四十度 你到了外頭 他現在他會降下 降到零下三四十度 感謝主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也跟我道歉經歷 感謝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也跟我一起經歷過 所以我才覺得 所以我們信者要了解 我們走到煩惱困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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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到今天我們遇到這件事情 如果不是神允許 我們不會遭遇 可是今天讓我們遇到 如果今天讓我們遇見了 一定有神聖祕好事 一定有祂美好的旨意 一定有祂美好的旨意 我跟你說 這段道理以前被信徒嗆過 我講這段道理 就被信徒嗆過 你沒有遇到你都不知道 你沒有遇過你怎麼知道 你在痛苦中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沒有在痛苦當中你怎麼知道 我來笑一笑 我說我經過了 我笑笑的說我經過了 我現在七十幾歲 人生中遇到三年半的操練有兩次 我現在七十幾歲了 人生中遇到三年半的操練有兩次 有苦說不出 有苦說不出 你信爺書 你還說話 你信爺書 你信爺書 你如果說出來 人家說你信爺書在信什麼 靠祈禱要忍耐 靠著禱告要忍耐 所以我知道這次來 這次佈道會在這裡跟我們說 要用感謝祈禱就是這樣 所以這次佈道會 我會特別告訴大家 用感謝的心來禱告 你越感謝祈禱越得到恩典 你越感謝祈禱越得到恩典 越感謝祈禱越得到恩典 越感謝祈禱越得到力量 恩典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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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越多 這是讓我們去了解 這是讓我們去了解 我們現在我們講多多多 又騙你出題 這個後來掃羅 怎麼坐 坐那邊就落去 後來掃羅就 就做台灣生活了 就做台灣生活 後來這段齁 在這個加拿太書第一章裡面有記載 這一段在加拿太書第一章有記載 我們來聽看加拿太書第一章 加拿太書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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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太書第一章17章 加拿太書第一章17章 他說 我說 我沒有像夜路三人去 記得那些比我先做蘇都的 獨特奧阿拉伯去 這句話就是說他在踏馬社傳福音的時候有人要殺害他 他坐牆裡面按燈頭去掉下來 後來他從上面下來 好 那個請把那張圖再打一下 打出來 我們來看那個地方 好 那個請把那張圖再打一下 我們來看那張地圖 我們來看亞拉伯在何處 來 弄出來一下 這個地方是大馬社 這個地方是大馬社 這個地方是亞拉伯有沒有 大馬社右邊這裡是亞拉伯 這個亞拉伯不是我們想想亞拉伯 在大馬社右邊這個亞拉伯 這是礦野 到底離開多遠我是不知道 距離多遠我不清楚 但是這個聖經地圖的人 該解釋2就是說他就走到這個地方 但是按照聖經地圖來講他就跑到2這個地方 所以他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時候,安靜下來的時候,你要討論他,他在那個時候,中醫要不要接受這股肉性經的告訓,這樣事前跟阿蘇騎士,在那個過程中,三年的時間,無所謂的研究 那他在這個地方有人在殺害他,在這三年的時間他就來想這個過程 我們來看這個第一章,加拉太蘇第一章的這個12章 我們看加拉太蘇一章十二節 按十一節看好了,十一節看起 從十一節看起 他說,兄弟啊,我告訴你 我所來所團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很厲害 因為我不是按人領受的,也不是人來告訴我的,那是按阿蘇騎士來 所以在這個中間,在這個三年之間,因為他到十八才說過了三年,他才去中藥三年 在這個中間裡面,他有一段時間,就在這個阿蘇騎士看到裡面 在這當中,他說的聖經是指我們的舊約聖經 所以他用那個古余聖經裡面的一些事情 這樣,來瞭解 在那個中間神給他看聖經,讓他瞭解說 古余聖經裡面說的那些事情 原來就業聖經是預表耶穌 神啟示他,讓他明白原來就業聖經是預表耶穌 所以他在那個所在中,古余聖經的一些事情 就慢慢去,喔,原來這樣就預表了耶穌 他在慢慢了解到原來就業聖經這些事情是預表的耶穌 所以他後來慢慢慢慢去瞭解 後來他慢慢的了解 所以在這個加勒太書裡面所說的 保羅的統統裡面統統還有什麼事情 所以在加勒太書裡面說到保羅說 最難過的就是一件事情 那個適合割禮的事情 割禮的事情 我們知道後來的時候裡面說 割禮就是預表的洗禮 我們後來到新約就知道 割禮就是預表的洗禮 但是對猶太人說神到阿伯瀟入獄的時候 要用割禮來做禁錮 但是就約說神跟亞伯拉安立約要以割禮做證據 所以按割禮的這種的禁錮的事情 轉變到這個水類的這個櫃庭 要把這個割禮轉變到洗禮這個過程 不簡單耶 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耶 不過老實在說 哈蘇不是為了這件事 我團隊很愉快 就是為了這件事我受到逼迫 保羅說如果不是為了這件事情 我很好過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受到逼迫 所以後來你要看到石頭行鑽 十五千元行鑽 他可以搖到一塊塊 開會了石頭 那時候那裡邊那個開會 那時候鬥得很厲害耶 所以後來到石頭行鑽十五章 開會的時候鬥得很厲害 喔 保羅在說我在國外 在外面在傳統那邊 在外面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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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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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經當中,三位一體跟獨一神觀的問題 在聖經當中,三位一體有它的根據,獨一神觀有它的根據 兩邊要搶起來也是很辛苦 兩方面各執一詞也是很辛苦 所以我們有時在讀聖經的時候 所以佛羅在十二十節說,他要把聖經當中 所以十二節這裡說,我是從耶穌基督得啟事而來 主要說,在三年多久,讓他去託,他去了解 慢慢來明佩 在三年當中慢慢去讀,慢慢了解 所以我們一大聖經,來,我們來看這個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我們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我們看四十四節 四十四節 雅蘇就對他們說 這就是我中間跟你們當時 跟你們說的 你們有的跟你們說的話 的話說 說摩世的律法 先滴的會和四篇聽嘲所記的 既然記到我的會,都會應援 我剛才說過,說到這個聖經 我們在台的這個聖經是 說到這個聖經是指的古佑聖經 我們剛剛說到這裡說到聖經史的舊約聖經 這古佑聖經他那時候摩世的律法 先滴的會和詩篇聽嘲所記載的 所摩世的律法先知的書跟詩篇上所記載的 說 既然記到我的會,都會應援 反指責我的話都必須應援 這是 羅家在那時候 最後的時候 他在那時候描寫要怎樣的事情 這是路加福音最後在描寫這些事情 所以保羅在那時候 三年當中間的時候 他對聖經的話一次又一次的思考 他對聖經的話一次又一次的思考 對於摩世的律法 他所說的事情 先聽到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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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應援 所以摩世的律法先知的書 跟詩篇上所記載的都應驗 他們說這不簡單 坦白說這不容易 好 我最近問淡嘴教會在查考詩篇 最近淡嘴教會在查考詩篇 所以這個詩篇 詩篇裡面有很多很多有意言到這個 意言到這個 有所有事情 詩篇當中有很多預言到耶穌的事情 我 在兩年來 我放一些時間在查考詩博萊書 在兩年來我花一些時間在查考詩博萊書 這是西伯萊書 西伯萊書的作者 西伯萊書的作者 西伯萊書的作者不是保羅 西伯萊書作者不是保羅 西伯萊書的作者是第二代 第二代是第三代的信徒 西伯萊書作者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 西伯萊書作者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 但是西伯萊書作者對神經的託 但是他的作者對聖經是很認真的讀 他讀那個詩篇 他讀那個詩篇 他幾十的信徒 就把西伯萊書的精神 大祭司 慈悲中心的大祭司 那個角度去說明出來 他就把詩篇當中大祭司的角度去把它說明出來 他就把詩篇當中大祭司的角度去把它說明出來 一百一十篇的一節到四節中間 邁吉祉就等於那種觀念就出來了 在詩篇一百一十篇第一節到第四節 邁吉祉的那種觀念就出來了 所以你要看保羅在這個三年中間 他在那個地方 草年在那個地方在反省 在那個地方在 對神的最對立更清楚的認識 什麼看保羅在那三年當中 對神的道理在反省更清楚的認識 甚至連這個 主要所謂的門徒 這個彼得 甚至連主耶穌的門徒彼得 他也 我們看一段 好來 我們看這個彼得厚書的第三章 我們看彼得厚書第三章 我們請看十五節 我們看十五節 彼得厚書三章十五節 彼得厚書三章十五節 都憑請要以外主 等久人來為得救的應由 就像我所親愛兄弟佛羅 照著收視給他的地位 這段 這段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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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那個 彼得 CHRIS 彼得的深度 彼得對神的道理的深度比較輕 菩蘿的深度比較深 菩蘿的深度比較深 跟他在加馬列門下有連帶關係 跟加馬列門下有連帶關係 但是他在三年中不耍不耍在研究 但是他三年當中不斷的在研究 所以他這個有時候講的時候 彼得聽了聽了聽了就覺得很深 有時候連彼得聽都覺得很深入 所以他就跟他說 他就叫信者說 對神是親不親 叫他們殺心 所以叫告訴信徒說他們要相信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 塑羅的這個 神在經選他出來做 瓦邦的這個宿度的時候 所以當扫羅神檢選他做外邦的使徒的時候 他有那種神 願意為主做工 他有那樣的神為主做工 但是神聚 教到 人要給他抬 來 來 來 讓他走到阿拉伯 那種工業的地方 所以他就 神就按著人要殺害他 讓他逃到亞拉伯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 可以讓他安靜的心 在那個地方來研究信經 在那個地方讓他有安靜的心 研究聖經 我說到這裡就想到我們正經書教會早期 我們正經書教會早期 我們正經書教會 五大教育那是奇事來的 正經書教會五大教育那是從啟事而來的 因為早期的時候 很多都是啟事 以前早期很多都是來自啟事 神啟事他就說 神啟事他就說 他在說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聖經出在哪裡 他在說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聖經出在哪裡 到了我們現在來說 那些啟事大家都知道 到現在我們那些啟事都知道 聖經的啟事都在聖經裡面 聖經的啟事都在聖經當中 所以我們現在 像我們這本聖經 所以看到我們這本聖經 我們這本聖經是合合本 合本是在 我們在我們正經書教會 1917年 1Q17年成立 我們正經書教會在1917年成立 這本是在1919年成立 完成了 問世是1919年 就在我們正經書教會出現了第二年 這本合合本聖經當初 這本合合本是在1919年問世 像說我們現在 我們在水泥的時候 要頭向下 我們以前受洗的時候 叫他頭向下 也是要他頭向下 所以你頭要頭向下 所以要頭向下 為什麼要頭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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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不知道 其實叫你修下營就下去了 就是要你頭向下 好來你看看 耶穆福音 你看看耶穆福音的19章30節 耶穆死的形象是什麼 耶穆福音19章30節 耶穆死的形象是什麼 頭滴下去 就是頭滴下去 窗外利文教主教 死的形象 主耶穆死的形象 所以羅馬書裡面說 與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所以羅馬書說 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知道是這樣子 但早期我們還不知道他的出處在哪裡 知道是這樣子 但早期我們還不知道他的出處在哪裡 但是現在我們從聖經看起來 我們很清楚知道 為什麼受洗要在河裡面 為什麼受洗要在河裡面 為什麼受洗要全身入水 譬如說在世間的時候 接受洗要在河裡的時候 就有榜樣給我們 耶穌在世 接受施洗要在洗禮的時候 有榜樣給我們 所以聖經裡面 所以你要了解說 神救保羅的空那三年的時間 在那裡的地方 這是 等於說是凌晨的成長 信仰的成長 所以神要保羅在曠野三年的時間 算是凌晨的成長 信仰的成長 所以按這個所說 對 我們要讀到這段的時候 我們做信仰 我們受洗之後 我們要靈命要成長 所以讀到這段我們信徒 我們受洗之後要靈命成長 我們要認真讀聖經 我們要認真讀聖經 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基督救主要說 讓我們可以明白 我們讀聖經 求聖結書 我們禱告 讓我們能夠敏感 長團就有在說 昨天傳道有說到 我們的聖靈叫做 真理的聖靈 我們的聖靈叫做 真理的聖靈 聖靈會引導我們去 認別聖靈 聖靈會引導我們去明白聖靈 那原來的意思是 讓我們進入聖靈 進到聖靈的內心去 就是帶領我們進到聖靈裡面 所以按這個所在 我們看這個聖羅 以這個一星的這個地方 所以在按這個當中 我們看扫羅的一生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改變 後來他出來傳福音 後來他出來傳福音 後來他做工做很大 後來他做的工很大 但是我們在看他 這個三年在曠野 那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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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說靈修 但是我們看到他三年在曠野的靈修 在那裡基督在神經 在反思 在那裡了解 在那邊禱告 讀聖經了解 所以他後來他所感到的動力 所以他說我不是按人來的 不是跟人好的 所以他說我不是從人來 不是向人學 我是按牙所基督的欺騎我的 是按著耶穌基督啟示我的 所以按這個所在 讓我們今天 好 時間差不多 我們知道剛才有庚的 預見觀的時候 我們要有什麼反應 所以讓我們看到 預見觀我們要有什麼反應 我們按摩羅以 預見觀後一點一點一點的改變 我們從小樓預見觀一直的改變 我們來視乎看看 我們走到庚 我們來信了要說之後 我們會改變 跟普羅或小樓來說 來低頻的時候 來反思我們自己 我們看到小樓預見光 他後來有的改變 我們來反思 我們可以這樣 頭頭去做 我們能夠這樣子去做 你會發現 我們的靈命會一天一天進步 你會發現我們的靈命會一天一天進步 好啦 我今天再去就講到這裡 早上就講到這裡 因為要再講好多東西 講不到 好 我們來唱詩 來唱詩 謝謝